国内的疫情很紧绷 为了配合中央防疫措施 不少工程项目不是延期就是停工了 各行各业都遭受到波及 不过没想到的是 在这个时候还是有人四处行骗 一名男子走进工程行 表明自己来自新竹 刚到花莲买了农舍要进行造景装潢 一切表现得相当自然 但在要离开前却跟老板说提款卡坏了 那不能借钱买车票 还留下姓名电话 老板不已有他立马逃出2000元 晚晚没想到这竟然是一场骗局 因为我本身是开工厂的 他们就来到工厂说要聊工作上的事情 要跟我询问说我们公司有做什么服务 然后聊一聊 他上午是就针对工作的事情 然后就结束 下午又来一趟 也是一样说要聊工作的事 然后在走之前就跟我说 他们要回西部去 然后因为身上没有车资 然后要跟我借款这样 我们案发当天是 我印象中是礼拜三 然后他跟我说礼拜五 他要约我去他的 买的房子的现场 然后看现场的状况怎么样 对然后结果礼拜五 他说他没有过来花莲 然后他说他发烧 所以没有来回来花莲 然后再跟我约礼拜天 然后结果也没有出现 既然像一对情侣 专挑工程行 在花莲到处骗钱 远景跟被害人都早上门了 情侣党还是时刻否认 直到店家伴出种种证据 你不认识他可能是我 不认识吗 他认识吧 在直卡轩 脚材中部落 我们最外基础都还有 在6月10日上午10时20分左右 那本所接获民众报案称 遭一对男女 以假借新屋装潢的名义 向店家搭讪 并因称提款卡损坏 返乡缺车支 因而四处向店家诈取钱财 那金额从1300元到3000元不等 那已经有多人招骗 本身就因为诈欺被通弃 跟女友两人举无定所缺钱花用 认为小额诈骗被害人通常不会报警 就动了歪脑筋 而目前已经有三名被害人导案指认 希望不要再有人滥用社会的爱心 记者许立琴 欢迎练习报导